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别激动 别激动 好了 我 李宗盛 别激动 李宗盛 别激动 希望能这些讨厌 好 我是第一次学匹匹 然后也是第一次训练这个玩滑板 然后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让它 去用一只脚来扶着滑板 用三只脚来下来去推这个 这个是难度很大的 我必须要把它去研究透了 如果它研究不了的话 研究不透的话 因为不懂得滑板的原理拐弯 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引导皮皮 去做出那个动作去拐弯 好奇董 好 好 好 上去 上 上 下 上 上 下 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经常会带我奶奶去酒吧 或者就去很多人认为老年人不该去的地方 但其实就是我只是在我奶奶身体健康 她的这个承受范围内 然后带她去感受年轻人的世界 然后带她去感受年轻人的世界 我奶奶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度非常高 你就比如说我身上有很多纹身 第一时间就去问我奶奶 就是我准备去纹身 我奶奶说这个你对你自己负责就行 因为你就算有纹身 但并不影响你做一个好孩子 但是该是因为健康的 但是我也认为两国节rifuge 你们呢 我发这个视频的初衷是怎么样 就是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 多陪陪家里人 然后尤其是像我们90后这一代人开始 很多像我一样的都是爷爷奶奶在大的 就是希望在她身体条件的允许的情况下 多带她去感受年轻人的事物 而不是就是把她当一个老人 就是单纯的去照顾一个老人的这样去照顾 就是我希望我奶奶像跟我关系像朋友一样 我们经常可以一起出去玩呀什么的 希望她有一个非常轻松的这样的生活环境 我未来是想其实拍视频 记录我和奶奶生活的点点滴滴 然后我就是希望我奶奶身体健康 然后我能赚好多好多钱 带着我奶奶去看世界 给她买买买 然后想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让她感受 我来不意点赞好 » 他们也会很好奇 然后跟他们聊天当中 其实也有感觉到 他们其实是内心可完美的 然后只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然后也没有这样的条件 最开始给我奶奶化 奶奶化完妆之后 其实很多 因为他们都会来看 然后就觉得很好看 很自然 看着就还是很想尝试一下 像他们那个年代都没有这些东西 就算是最重要的一个结婚的时候 最多就是用棉线扯一扯汗毛 然后就显得脸白净一些 然后用红纸做一下口红胭脂 然后梳一梳头发整理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不好意思啊 然后他们会觉得 都年纪这么大了 应该不好看吧 然后其实内心还是想去尝试 但是又有点不好意思这种感觉 然后我会鼓励他们尝试一下 就是一辈子都没有化过妆 那我们也试一下 就是也给它做一个留恋芽 就是给它做一个留恋芽 因为他们没有擦时间 就没有擦年都不会护肤 只有说冬天的时候觉得脸裂的 就有点疼了 就擦点什么 擦脸油之类的 润一下 然后所以说他们的皮肤是很粗糙的 然后再加上在地里干活呀 日晒呀 有一位姑姑就是 她就一直在找好看的衣服 然后找来找去就是 没有找到很像一样的衣服 然后当时他就在说 那我真的是好像 连一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 也是应该好好的爱自己了 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农村留守妻子这个群体 在农村很多妇女一辈子都没有化过妆 但是他们都非常渴望美 也都非常的善良纯补 我希望通过我给他们化妆这个事情 能够让他们更加的自信 对生活有更多的热爱与憧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